慈济国际人医会在2004年获得了台湾医疗奉献奖的团体奖项 这对全体慈济人医志工的肯定 人医的陈医会成员包括了医师、护理师以及医疗技术人员 再加上慈济志工,大家利用休假 自己带着检查的器材伸入偏远山区部落甚至离岛为民众看诊 而更贴心的是,人医走入行动不便的病患 家里面把医疗跟关怀送到府 怎么走这种路啦,要去哪里啦 桃园乡桃园 现在这是人医会要去翁镇 翁镇就是医生去看白人,不是白人来看医生 摩拉克风灾过后,通往高雄县桃园乡的道路终于抢通 慈济人医会的职工因此前往疫诊 上个礼拜我们了解到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搬回来 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天来这边再做疫诊 来多关心他们,了解他们这段经过血载之后 他们到底身体上有没有受什么影响 一路颠簸抵达疫诊现场 医护志工们还要把带去的医疗设备桌椅就定位 把活动中心布置成行动医院 搭飞机换渡轮 慈济人医会职工也定期到离岛疫诊 一箱一箱的器材和药品从台湾搬到小金门 除了定点门诊 医护志工也到村子里看望无法出门的病患 并且教导家属正确的护理方法 手要弄脚 要有这样 一桌再一桌就好了 我没有 我七十四桌 七十五桌 七十桌的老人 我来教这九十桌的老人是很疼 有得欢心吗 有了有了 2004年4月12号 慈济国际人医会 获颁第十四届医疗奉献奖的团体奉献奖 在24号的颁奖典礼中 由人医会召集人林俊龙代表领奖 这个奖座所肯定的是所有人医会的职工 他们是医师、护理师、药剂师以及慈济职工 他们利用休假、自备器材与药品 到台湾的偏远山区 未无法求诊的病患看诊 而看诊的场所往往伴随着蟲鸣鸟匠 医师露天看诊 药剂师蹲着配药 科难的空间却产生最自然的互动与关怀 随着台湾社会的变化 都市里的人医会职工 则开办街友和外籍劳工议诊 如今受过帮助的外籍朋友 也成为慈激职工 这些部分是因为教、剖脚、剂肤脚 我们这个地域没有分 这些部分我都有用心 后来我到一支分车机家 一支分车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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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关系一下自己的天见的 那我们待会就到附近车去行 帮你检查看看 好 自己看事都拉上海单的家 亲切的看诊、真诚的问候 慈激人医会职工 从台湾到全世界 从穷乡僻壤到灾难现场 白袍身影、闻神救苦 一病一人更一心